华为软件正在打破西方长期垄断 这可不是我瞎说啊 前几天华为在新年致辞中 重点表扬了鸿蒙、Meta ERP、高斯数据库等软件 他们在去年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 尤其是Meta ERP 让华为彻底摆脱了封锁 真正活下来了 我可一点没夸张啊 2019年 美国甲骨文公司突然间对华为ERP系统断供顶服 不仅撤走维护专家 而且撕毁了设备采购合同 不再提供软件升级了 要知道 ERP可是被称为企业的神经系统 企业的财务、采购、物流、人事、研发等流程 都需要在这上面运行 是企业最关键、最重要的软件 为了守住生命线 华为紧急组织了一个数千人的科研团队 并投入数亿美元准备自研ERP系统 对华为来说 这是极为紧迫的攻坚战役 因为一旦系统崩溃 将导致华为全球经营和业务运作停摆 企业管理倒退回手工作业时代 严重威胁到了华为的生存 但谁也没想到 他们只花了三年时间就研发出新的系统 Meta ERP 并且在2023年完成了200多家子公司 替换旧ERP系统的壮举 更关键的是 Meta ERP用的操作系统 编程语言 数据库等底层软件 都是华为自己研发的技术 这就好比一个厨师本来想炒菜 结果被逼着锅碗瓢盆都自己造了 这在ERP历史上都是一个不小的奇迹 但是成果也是显著的 用自己底层软件做出来的Meta ERP系统 在性能 技术 体验等许多方面 都比旧系统更出色 今天咱们一个个给大家 巴一下里面的故事 Meta ERP系统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技术 分别是高丝数据库 原数据多租架构 以及云原生技术 听着是不是很复杂 其实很好理解 就拿高丝数据库来说 ERP系统管理那么多的企业业务 是不是会产生很多的数据 数据库就是ERP用来储存 和管理数据的核心软件 也是软件领域环管上的明珠 它的性能和稳定性 对于系统运行来说至关重要 以前 这种技术都掌握在西方企业手里 为了防止被卡脖子 华为在2011年成立高丝部门 开始正式自研高丝数据库 高丝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 它的成就非常之多 但以高丝命名的研究成果 就多达110多项 如果当时高丝数据库的身份 是以备胎存在的 华为主流产品用的 还是国际厂家的数据库 在Meta ERP项目启动后 对高丝数据库进行了测试 结果无法满足ERP要求 最终还是决定用开源数据库的产品 但在2021年9月 华为在规划中国区切换方案时 认为现有开源数据库 单库容量小 难以支撑中国区庞大的数据量 于是决定转向使用高丝数据库 但提出了极高的性能要求 为了达到Meta ERP的要求 华为组建了数据库联合公关组 由他们带领200名左右的研发团队 进行联合公关 并签下了军令状 发誓要在8个月内完成研发任务 高丝部门还专门从精干力量队伍中 组建了一个博士组成的军团 各个研发实力强劲 他们有的是资深Meta ERP架构师 有的是突破引擎技术的博士 有的是突破全密态数据库技术博士 有的是突破高可用技术博士 有的是解决数据库优化器和执行器 实现系统10倍压力不崩溃的博士等等 在他们的带领下 新一代U-Star存储引擎推出 这是高丝数据库的核心技术之一 是与银行客户联合创新的成果 结合了华为在分布式架构上的优势 是国内首个媲美业界 最先进数据库的技术突破 而经过联合研发公关 高丝数据库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各项技术指标得到质的飞跃 单体数据库容量提升6倍 从4T到24T 可用性从99.99%提升到了99.999% 在系统韧性上 做到了5倍压力性能不下降 10倍压力不崩溃 逻辑复制速度提升了6倍 达到了每秒300兆 高丝数据库让Meta ERP系统 有了撑起全球大规模业务量的底气 如果说高丝数据库是华为多年备台转正 那么原数据多租则是华为的一次创新 原数据多租 别看名字很复杂 其实特别好理解 大家都知道乐高积木 大部分都是标准键 只有少数是差异化的定制键 但是通过这两种模块 就可以组合成各种各样的物体 如同乐高积木一样的灵活性 原数据驱动的多租架构 就是在标准ERP的能力基础上 实现租户的快速定制 支持大型企业多业态 多子公司的差异化需求 过去华为老ERP系统 它没办法灵活扩展 如果有一个新业务需求 就需要在它内部增加代码 重新研发软件 久而久之 老ERP系统就越来越臃肿 不仅积累了490多万行定制的代码 还有300多个字研的应用 这导致数据无法同源 架构难以治理 如果要为ERP换新 一定需要有一个像积木一样灵活的架构 以便快速响应多产业 多子公司的业务需求 事实证明确实可以 华为深入研究 原数据多租 在业界其他领域的案例 组织了多场交流 他们分析了大量数据后发现 业务的流程和规则 有90%是有共性的 如果通过原数据改造 把90%的共性规则 抽离出来 做成共享模块 面对以后的个性化需求 只需做适当修改调整即可 开发和验证周期 也将大幅缩短 但其实在当时交流的过程中 出现了很多担忧的声音 现在进度本来就很紧了 原数据多租架构 和当前任务冲突严重 马来西亚首战 能够按时打响吗 还有的说 以现在的能力和软硬件限制 能把ERP搞出来上线 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为什么还要增加难度 引进没有验证过的新技术 搞砸了怎么办 在这个情况下 华为建立标准 统一团队认识 提出了打造通用产品的七大原则 统一了原数据多租整改的标准与方向 拉开了华为打造 面向未来核心商业系统的序幕 为了确保产品质量 还决定紧急刹车 将现务开发任务暂停三个月 所有产品团队都必须在三个月内 完成原数据多租整改 马来西亚首战时间 也由4月延期到了7月 最终华为在无数次的整改中 构建了32个业务对象 505个实体 1482个应用服务 544个页面的原数据 原数据就此全面诞生 这是一次巨大的革新和挑战 但它的意义却非常大 不论哪种差异化需求 都可以通过原数据的定制灵活编排 低代码 甚至无代码的快速实现 解决完原数据多租架构问题后 再来看看MetaERP 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云原声改造 实现完全自主可控 所谓云原声是可以充分发挥云平台的弹性能力 实现快速部署 按需伸缩 MetaERP采用了 微服务和分布式云化架构 从基因来看是生于云的软件 华为要解决的是 如何更好地展在华为云上 以满足中国区大业务量的需求 这个难度同样很大 想想也知道 华为本身业务量就大 尤其是月底 年底结算时 数据量更是暴涨 而MetaERP系统负责华为整个企业业务 想要上云 就需要华为云要有很强的算力弹性 而且还得保证数据一致性 服务不碎片化等等 就拿算力弹性来说 云云升网络模型 可以提高华为云的算力能力 但是也得验证过才行 华为项目组又组建了技术攻坚小分队 识别出11项关键技术风险 另外加上容器服务团队作为研发支援力量 最终成功应用CCE Turbo 完成攻坚任务 在云模拟系统故障实验中 系统成功实现了自动修复和容器迅速弹起 在数据一致性 服务碎片化等技术难题上 华为MetaERP研发团队 硬是扫除了所有技术障碍 在没有发生一次错误的情况下 成功将上百个数据库 部署到华为云上 主要是通过实时智能技术 充分运用华为云EI能力 采用分布式最终一致 加流逝计算校验的方式 形成了实时大数据解决方案 保障了业务与财务数据一致 同时大大提升了报表处理速度 以科目分析报表为例 作为ERP报表中枢 包含了合同 项目等众多维度信息 衍生了30多张 华为特有的财务分析报表 在新的技术方案下 查询时长降到了两分钟以内 且百分百实现数据分析口径一致 要知道 在过去老ERP时代 查询一套复杂报表100万数据 耗时就超过40分钟 其实 以上这些案例 还只是Meta ERP系统 研发中的一部分难点 背后是华为数千人的研发团队 在三年时间里奋战在各个地方 Meta ERP系统才能成功突破封锁 华为也借此守住了生命线 而Meta ERP只是华为软件突围的缩影 类似的攻击战和突破 发生在华为布局的各个软件赛道上 因此我才说 我们已经走在软件突围的路上了